李宗盛 Hello, 各位朋友, Merry Christmas 歡迎大家收看平安夜的鄭月玲星夜傾情 不知不覺我們星期經程 今晚已經是第十集了 上來接受過我們訪問的嘉賓 有差不多三十人 他們有來自不同階層的 有DJ、娛樂圈、馬圈 有社會知名人士、議員等等 但我正在想 如果時光可以倒流的話 不知道他們小時候的樣子會怎麼樣 我們有幾張照片,你下眼看看 操場邊的鞦韆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落石的氛圍 還在並並急急快快寫歌不停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雪 等待遊戲的童年 福利社裡面什麼都有 就是口袋裡沒有把茅鉗 住著四郎和魔鬼蕩 到底誰搶到那支寶箭 隔壁班的那個男孩 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前 相信有些你們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誰 但我想有些就想不到是誰 不過我要買一個關子 稍後才把答案告訴你們 今天晚上第一位接受訪問的嘉賓 他已經從事在教育界幾十年了 到現在仍然是獨身的 他有民主戰士之稱 他就是司徒華先生 看看我們的訪問吧 他就是販咧 知道, 你戒煙了有多久? 就回一年了 就回一年了 他日子紅月記 我在去年11月7日戒煙 這個是蘇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 而去年剛剛是蘇聯解體的 十月革命紀念日 我就戒煙了 那為甚麼要戒煙呢? 因為在國內我就進醫院 做物理治療 做物理治療的時候 要綁住在床上 假如吃煙的話 就要護士和你戒煙 我看見這麼麻煩 不如索性不吃吧 就在那天決定不吃就不吃 但剛才跟你聊天 你說你吃煙的時候 吃煙的日子很久了 四十年了 一天又吃了很多支 我吃了兩包半煙 五十支以上 一屆就一支都不吃 到現在才知道 現在也不是怎麼想吃的 我覺得戒煙是一件很少的事情 假如這麼少的事情 都沒有決心做 還在做甚麼事 想戒煙的人士 應該拿小圖華先生做榜樣 但是現在聽說 你戒煙就肥了很多 是的 一重 在兩個月之內重了15磅 那就產生另一個問題 因為醫生說 你體重增加得多過頭 就變成腰的負擔 變成重了 所以現在就要不要太胖了 有本書叫Feed for life 是嗎 我就不能夠Feed一輩子 只能夠Feed三分之一輩子 我只能做到 早上只吃水果 其他下午和晚飯 有時候不能夠遵照一本書去做 但是做了大概兩月 都收了四磅 但是我想最重要 還是要運動才行 是的 我現在運動 不是主要因為肥的問題 因為對脊骨有好處 現在有時間 我盡可能是每天 早上早上都去游泳 我說一下 平時你給別人的形象 就是很嚴肅的 沒有像現在跟我們做訪問 有說有笑 其實是不是因為你童年的生活 影響到你以後 大過的人是這樣 其實可能是因為現在 很多人見過我的場面 都是比較嚴肅的場面 是 對我另一面是比較少見的 另一方面 我相信這個是跟所謂生出的關係 其實跟一個家庭背景 有很多是姐妹 但是每個人都不像我這麼內向 我相信人的性格 有多少都是生出的 但是現在好像開心了很多 因為工作上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在不同的場合當中 是應該有不同的態度的 譬如在比較嚴肅的場面 你沒理由在這裡經常開玩笑 但是假如跟朋友 大家聊天結束的時候 也是比較隨便的 其實你教了書有多少年 足足四十年 足足四十年 現在是退休了 是剛剛今年的九二一號開始退休了 我知道你算數方面很厲害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對兩科特別有興趣 一科就是數學 一科就是物理 到出來教書 那天教私學沒有物理教 我還是對數學比較好 因為數學比較注重邏輯推理 我個人也是接近這一方面 所以我比較喜歡教數 教了四十年書 有些人說教書是賺不到什麼錢 我想中途你有沒有想過 是出來或者做生意 我從來沒想過轉行 甚至假如現在是年輕 剛剛畢業再次選擇我 我也會選擇教書 因為人生的目的不僅是賺錢 雖然人是要溫飽 但是溫飽之餘 你還要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 令自己快活的工作 我覺得教書是一件不錯的工作 我覺得教書就是 一件用生命去影響生命的工作 很有意思的 特別是看到年輕的一代成長 自己心裡的滿足很大 所以現在假如從頭來過 我都會選擇教書 都會選擇教書 人人除了工作 都要鬆弛一下 減一下壓 但是我覺得你好像 有什麼你會喜歡 你會不會去賭打麻將 打麻將 唱一下卡拉OK 這幾個我都沒有 我的興趣就是 首先我挺喜歡看書 我特別是推理你的史書 挺喜歡看書 所以日本的推理小說 幾乎有翻譯本的我都看過 第二呢 我喜歡書法或是寫字 沒有空就寫字 也要看看帖子 最後我喜歡旅遊 去一些其他地方遊覽一下 說到旅遊 最近這幾年有沒有上過大陸 八、九年之後 沒有 這個原因就是 我們不想溫飽叫 我不想像沈童一樣 這個並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你明知道他不讓你進去 你何必要去進去呢 因為我們有更加有意義的事去做 就是無謂聊吵架 如果要吵架的話 還是找一些大一點的事去做 據我所知 你現在仍然是獨身的 是不是因為你經常搞很多運動 以致又是形象問題 那些異性不敢跟你拍拖 去街上 我相信也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異性也有很多種異性 就是有各種人喜歡各種的人 我不是這個原因 同時 以朋友來說 我也是相當多是很好的朋友 從五十年代一直到現在來說 我都有很多是幾十年交情的朋友 其中有男的有女的什麼都有 那這個不是一個原因 我想問的其實就是女朋友 你有沒有想著 或是認識一個女朋友 又回家裡 因為你說現在又退休了 那些時間就不會說 那麼多是拿來工作 或者有個人照顧一下你也好 我就沒什麼意思 因為我自己覺得 現在我自己的生活 還是挺好的 同時假如你說 要找一個伴侶 純粹是溫慰她 要她來照顧自己 那是否比較自私 其實假如是伴侶的話 你還要想到 你要去照顧別人 那你有沒有這樣想著 想照顧一個心愛的人 我覺得 假如有當然好 這個是和命運共患難的人 不是說好像找了光人 來照顧自己 假如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那個想法不是很對的 其實直至現在為止 你有沒有一段 黑骨命心的感情 我在年輕的時候 是認識過一些女朋友 但是不一定是印象非常深刻 同時大家分析得很像 如果是會結婚的話 都是自然地…有的 你也不會… 是呀, 我相信緣分是可預報求的 每逢強求的東西 都不是你自己最理想的東西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 一會兒再回來 回來繼續訪問思徒華先生 我經常聽到有人說 如果要買家庭用品 最好就是去教協 教協就是你是創辦人 其實他是為教師是一個工會 還是為教師做一個超級市場 兩方面都要做的 我曾經為教協定立一個 這樣的方針路線 譬如一個國家 我們需要搞輕工業 重工業和農業 我認為教協都一樣 譬如重工業就是它的社會工作 要改革教育 它的輕工業就是我們的福利工作 譬如像剛才你所說的超級市場 至於農業就是 我們要為教師的權益而奮鬥 其實各方面的工作 我們都做得很多 譬如最近我們反對這個日王 仿華不道歉、不賠償 我們會是其中一個主力 譬如爭取一個民主政制 我們會的投入也很大 那句不是太客氣的話 因為教協的工作很多 很多方面 它就像一隻大象一樣 你只是摸到它的位置的時候 你就覺得大象就像一條繩子一樣 假如你摸到它的牙齒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隻大象是滑滑的 其實教業的工作是很多方面的 不只是超級市場 同時搞超級市場有甚麼不好 這是為會員的服務 同時從這方面我們積累了資金 我們從事務到有, 從小到大 我們現在是有兩個這麼大的會所 是純粹靠我們自己 在這方面提供了服務給會員 另一方面我們又積累了我們的資金 這樣才能夠發展會務